今天继续为你解读罗马帝国衰亡史 这套书呢一共分为六卷 中文版总结大约三百八十万字 我们的解读分为六期 今天是第四期 我会用大约二十二分钟为你讲述书中精髓 是哪些因素导致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的 上一期说到啊 罗马帝国在三世纪爆发了全面危机 军阀割据导致了内战 手握兵权的地方行省 开始了轮流武装夺权 整个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这些夺权者既没有治国经验 也不考虑国家利益 频繁采取货币贬值政策 让帝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 货币的含银量一度下跌 同时呢 军事改革让蛮族雇佣兵比例大大增加 普发公民权又让他们有了政治诉求 大量蛮族人被允许在帝国境内定居 产生矛盾后爆发严重冲突 帝国的防线从内部瓦解 接着上一期的内容 今天我们讲一讲 三世纪危机之后的故事 罗马帝国建立了皇权专制 推行四地共治 为今后东西罗马的分裂 埋下伏笔 基督教兴起和罗马帝国 原有宗教产生严重冲突 整个国家出现信仰危机 军队战斗力下降 而军事坦丁向东迁都 变相放弃了罗马城 最终让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 这期音频呢 我就从体制 信仰 战略三个方面讲一讲 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的原因和过程 下面我就来一个个说 先来看作者的第一个观点 四地共治让罗马帝国陷入分裂 所谓四地共治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四个皇帝共同治理国家 你可能会问 四个皇帝一块治理国家 这怎么可能呢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里 常有一句话叫做 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皇帝 但罗马甚至有四个皇帝 一起来治理国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罗马呀 起源于分散的部落城邦 在早期的时候 大家各自为政 你有你的地盘 我有我的地盘 虽然每个地盘 不一定有多少人口 多少土地 但至少在自己的土地上 是说话算数的 到了后来 出于大规模生产 和共同防卫的需要 国家的形式诞生 也就是罗马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 虽然是统一的共和体 但大家始终心里 留着一点警惕 那就是我们之前是各自独立的 现在组成国家了 可不能产生独裁的情况 所以早期的罗马共和国 很多重要职位 都是由两个以上的人担任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权力和责任分散 防止产生独裁 比如说执政官 监察官 财务官这些 都不止一个人 这就形成了共治 可以说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 权力组织方式 这个做法呢 后来形成惯例 被保留了下来 到罗马帝国时期 也经常会出现 不过这个时候 罗马社会 已经有了一个很大变化 那就是随着军事权力的上升 尤其是随着乌大维 建立了元首制 想不产生独裁 也不可能了 这个时候的共治 更多情况下 只是形式上的意义 比如第一期里讲的 尼尔瓦提拔图拉针 奥略传位给康茂德 无论是任人为贤 还是任人为亲 都是先提升为共治皇帝 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培养你 所以这个时候的共治 已经不像早期那样 为了制衡权力 而是出于实用考虑 具体到推行四帝共治的 戴克里仙就是这样 戴克里仙四十岁 才成为皇帝 并且呢 他这个皇帝位置的取得 也是像三世纪危机 经常发生的那样 是为地方军队拥立的 如果算起来 应该是将近五十年里 第二十七个皇帝了 其中前二十六个 不是谋杀就是被刺杀 只有一个是自然死亡 前前后后 也不过在位一年 戴克里仙在当皇帝之前的四十年 基本是完整见证了 这个混乱的全过程的 所以呢 他一上台 立刻开始着手改革 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把罗马帝国 划分成四个大的管理区 交给包括自己在内的 四个人去统治 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 现在的罗马帝国 已经像一条破船 在内忧外患当中风雨飘摇 如果还是像从前一样 像大权独揽 掌控整个帝国 这条船迟早会沉 到时候 有什么也得不到了 与其这样 还不如把权力分散 交给四个舵手 共同来掌船 这样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不过呢 这个话说起来容易 作为一个刚刚上台的人 他有什么力量 能把国家这样划分 并且还这样转授权力呢 所以第一步 他先从权力的合法性入手 给皇帝这个职位 正名 在第一期里 咱们讲过 由于之前五百年的 共和国传统 罗马帝国早期 虽然名义上也叫皇帝 但这个皇帝 和中国古代的皇帝 那是不一样的 他没有那种 神权合一的天子概念 一个人 哪怕是武力上台 最终也要得到 元老院的认可 因为理论上权力的源头 是来自元老院 来自罗马人民 戴克里先做的 就是从权力的源头抓起 在他之前的皇帝 哪怕是乌大维 图拉真 也管自己叫第一公民 而戴克里先 就完全不顾这些了 他已经洞察到 罗马民主的名存实亡 索性把这些 虚头巴脑的头衔 全都抛掉 直接把自己设定成 最高君主 把权力完全神化 让人们管自己 叫做主和神 除此以外 他还建立了一套 繁琐的仪式 比如说 有人拜见他的时候 需要先趴在地上 亲吻他的长袍 在做到这些之后 戴克里先开始 实施他的计划 首先他把整个 罗马帝国的版图 划分为东西两部 他和他的一位朋友 分别担任 这两部分的主皇帝 然后再把这两部分 进一步细分 再选两个人 分别做副皇帝 就这样 一个完整的罗马帝国 被戴克里先 划分成了四块 交给四个皇帝馆 这件事 在历史上 就被称作四帝共治 按照戴克里先的制度设计 东西部皇帝 都是有任期的 期满之后 之前的主皇帝退休 副皇帝接替 然后再选任 新的副皇帝 这样保证四帝共治 不断延续下去 表面上看 这个制度设计 好像还不错 但他忘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事 那就是 再好的制度 也是由人执行的 而人的欲望 是没有限制的 果然 在他退位后的第二年 内战又开始了 这一打 又是将近二十年 最终 一个叫做 君士坦丁的人 获得了胜利 他杀死了 本来应该共治的 其他三个皇帝 把整个帝国再一次 归在自己的统一之下 不过这个时候 由于之前的四帝共治 已经像一次大手术一样 把帝国做过了切割 即便重新统一 之前切割的伤口 也不可能愈合了 所以几十年后 他的继任者 再次把皇位 传给他两个儿子 分别执掌 东部和西部 罗马帝国正式分裂 成为西罗马帝国 和东罗马帝国 好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 第一个观点 戴克里先推行四帝共治 让罗马帝国陷入分裂 共治传统起源于 罗马早期 目的在于权力制衡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 慢慢只具有培养 继任者的实用目的 三世纪危机之后 戴克里先为了稳定局面 把皇权神话 并实行四帝共治 但在他退休以后 再次引发了内战 虽然经过君士坦丁 重新统一 但由于之前的裂痕 已经形成 最终罗马帝国正式分裂 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讲 今天第二个观点 基督教的兴起 让帝国发生信仰危机 作者爱德华几本 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 正处在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 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 科学权威 开始取代宗教权威 医学 哲学 艺术等领域 都出现了非宗教的现代思想 生活里和几本非常熟的 百科全书派思想家 也遭到了宗教势力的打压 这些都促成了他在创作的时候 对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关系 进行反思 在这套书当中 有很大篇幅来论述这种反思 他本来计划要用整整一卷来写 但后来考虑再三 缩解到了两章 这两章形象地描述了 罗马帝国衰落的关键阶段 基督教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时代所限 这些反思也存在一定局限 所以提醒你在听到下面内容的时候 做一个辩证的看待 那么既然说到基督教兴起 让罗马帝国发生信仰危机 就要说一下 在他兴起之前和之后 整个罗马社会的信仰状况 你可能知道维纳斯 阿波罗这些古代神话人物 如果今天你去意大利首都罗马城 也能看到各种各样 关于这些神的雕像 除了这些 罗马还有很多你可能不熟的神 比如说封产之神 预言之神 保护家庭的神等等 其实这里边很多神 都是在征服各个殖民地以后 移植到罗马的 比如有的神 就受到了很多希腊神话的影响 除此以外呢 还有埃及中东 甚至波斯等等 因为每个殖民地 供奉的神都不一样 所以罗马神话体系非常庞杂 它本质上是一种多神崇拜 基督教刚进入罗马的时候 普通民众并不敌视 也有很多人先后加入基督教 不过呢 随着入教的人越来越多 就引起了罗马的警惕 甚至很多皇帝任内 还对基督徒进行迫害 因为基督教讲的是天启和唯一 也就是说 整个宇宙唯一的神 只有上帝 禁止其他偶像崇拜 可罗马帝国的信仰 不仅不讲唯一 并且到处都是对各种神的崇拜 这种张力越来越强 当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 就发生了冲突和迫害 毕竟罗马政府的宗教宽容 是以对政治忠诚为前提的 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 让罗马感受不到忠诚 比方说 罗马人以罗马建成的公元前 751年作为纪元 而基督徒呢 却把耶稣诞生这一年 当作全人类的纪元 再比如说 很多罗马皇帝死后 都会被元老院封为神 接受人们的膜拜 但基督教的教义却说 人是上帝创造的 当然也包括皇帝 转眼到了二三世纪 罗马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甚至发生了社会体系 全面崩盘的三世纪危机 人们早期崇拜的丰收之神 家庭之神 没有给人带来风产和平安 一个个皇帝被杀 也让皇帝自动走下神坛 这个时候 整个罗马社会的信仰 发生了动摇 之前盛世时代 对现世生活的享乐 变成了乱世下 对来世的向往 基督教的普世观念 是超国家的 他讲的不是某个帝国 而是上帝之下的全人类 所以越来越多的罗马人 不愿意参军 军队的整体实力 慢慢开始下滑 帝国只能从蛮族中 招募雇佣兵 导致军队的蛮族化 为后来内部防线的瓦解 留下隐患 同时 基督教的平等观念 给奴隶的解放 带来了希望 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发生 而越来越多的普通罗马公民 在乱世当中 向往死后升入天堂 也不再像以前那样 对国家忠诚 很多人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 没有重新回流进社会 而是用于各种敬拜活动 严重影响了 社会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 尽管和原有的信仰 有这么大的冲突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帝国最终还是迫于压力 向基督教妥协了 公元313年 军事坦丁颁布米兰斥令 宣布基督教合法化 这个斥令 与其说是官方宣布 倒不如说 是对当时现实情况的追认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有太多人加入基督教 不宣布合法化 显然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据统计 公元40年左右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人数 大约有一千人 到了二世纪末 就变成了七千人 而到了公元350年 已经将近三千万人 超过帝国总人口的一半 在军事坦丁颁布米兰赤令后 刚刚诞生不久的基督教 又开始出现了内部理论分歧 尽管皇帝本人都参与了 这些分歧的调停 但基督教内部派别的纷争 还是带来了社会动荡 国家的很多经历 都被消耗在对这些争议的解决上 甚至一些纷争 一直延续到后来的 东罗马帝国时代 这一点呢 我将在后面讲到 东罗马帝国的时候 给你详细讲解 好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 第二个观点 基督教的兴起 让帝国发生信仰危机 罗马帝国早期信奉多神教 但到了二三世纪 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越来越多的人 转向一神的基督教 整个社会信仰发生动摇 越来越多的罗马人 不愿意参军 越来越多的罗马公民 把财富投向拜神活动 基督教合法化以后 又产生了内部分争 国家很多精力 都被消耗在纷争的解决 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好 下面我们来讲 今天第三个观点 军事坦丁的迁都战略 让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今天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 在一千多年前 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做 军事坦丁堡 这个名字 甚至在作者生活的时代 还一直在被人们传送着 它的来源就是出自于 结束四地共治 重新统一罗马的那位皇帝 军事坦丁 公元330年 他在这里建立 整个罗马帝国的新首都 取名叫做新罗马 但人们为了纪念这次迁都 还是习惯性的 把这座城市叫做军事坦丁堡 军事坦丁之所以迁都 是出于对当时处在威王中 整个罗马帝国形势的考量 从外部来说 当时的罗马帝国 正遭受着北方蛮族的大举入侵 这种入侵和以往不一样 无论在规模 还是势头上都非常强大 后世曾经有人论证过 这是由于中国在西汉时候 驱逐匈奴 把北匈奴赶跑了 他们沿着今天的中亚草原 一路向西迁徙 又把当地游牧民族继续向西驱赶 最终形成连锁反应 才让日耳曼人大量的涌入罗马帝国 还有另外的解释是 三世纪罗马帝国爆发全面危机 导致帝国防御力下降 原来和日耳曼人相对的攻防平衡被打破 才导致蛮族大举入侵 不管怎么样 这些人是实实在在的来了 并且来势汹汹的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那就是罗马帝国的心脏 罗马城 不过仅仅是蛮族入侵 还不足以让君士坦丁 做出这么大的举动 毕竟任何一个国家迁都都不是小事 何况罗马帝国这样的世界级大帝国 所以除了外部原因 还有君士坦丁自己的考虑 刚才说过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戴克里先把自己封为最高君主 把权力神化 让权力的源头直指向神 他此后的继任者 包括君士坦丁也是这么做的 但问题是 罗马有太长的共和传统 这种传统永远是绝对君主专制的牵绊 就比如说元老院 他曾经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权力机构 是可以决定费力执政官的 到了帝国时代以后 虽然实际上变成了空架子 但由于传统力量的存在 形式上皇帝想要做任何重大决定 还是要和元老院商量的 如果想要摆脱这种传统的束缚 唯一的办法只有换一个地方 重新建一套班子 所以呢 在这些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之下 在当了二十多年皇帝以后 君士坦丁决定迁都 迁都的目标 就选在之前希腊地区的一个小海港 叫做拜战亭 这里既远离了蛮族进攻的主要风口 又远离了元老院的视线 更远离了之前罗马城几百年延续下来 军事官僚叠叠不休的争吵 在这里他重新建立了一套制度体系 之前手握大权 专横拔护的禁卫军被取消 元老院也完全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咨询机构 再没有实权 君士坦丁发布命令 管理国家的自由度大大提高 他引入了当时东方波斯帝国的 很多君主专制礼仪 比如说皇帝带皇冠 大臣见到皇帝必须行跪拜礼等等 颇有一点中国古代三拜九寇的味道 也正是靠着这些改变 这时候的罗马帝国的皇帝 才真正称得上有绝对权利的皇帝 而后人也管君士坦丁 称作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名字在整个欧洲历史上 还真不是谁都能这么叫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迁都的好处 它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那当然有了 那就是随着君士坦丁向东迁都 整个罗马帝国的战略重心 自然就发生了转移 在这种转移之下 东西部的差异越来越大 君士坦丁堡的发展 越来越快 而之前的罗马城 却越来越衰落 这一方面是由于 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 切换到了东部 所有资源都向东倾斜 另一方面 君士坦丁堡所处的位置 本来就是一个天然的交通枢纽 它恶守着黑海和地中海的 咽喉要道 又控制着丝绸之路 东西方的商道 不仅一手难攻 而且贸易发达 所以之前在西部的 大量贵族和精英阶层 都开始向东移民 罗马城几乎成了一个 毫无发展希望的废城 特别是后来的皇帝 把皇位传给两个儿子 正式分裂罗马帝国以后 罗马城辐射的西罗马 无论是内政外交建设防务 和君士坦丁堡辐射的东罗马 可都没法比了 或者换句话说吧 从君士坦丁大帝 决定要向东迁都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放弃了西罗马 这种战略上的丢阻宝居 是对整个罗马帝国 长期以来的衰落 做的一次集中反馈 后来的公元410年 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 然后是455年的汪达尔人 和472年的伯根帝人 先后入侵 这时候 所谓的西罗马帝国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终于在公元476年 西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 被蛮族将领废除 形式意义上的西罗马帝国 正式灭亡 而东罗马帝国 一直延续到1453年 君士坦丁堡被 土耳其人攻陷 才算终结 为了和之前的 罗马帝国做区别 史学家也管后来的 东罗马帝国 叫做拜占庭帝国 好 这就是今天给你讲的 第三个观点 君士坦丁的迁都战略 让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为了躲避蛮族入侵 也为了加强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在君士坦丁任内 将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 迁到了君士坦丁堡 这次迁都是一次战略转移 也是对罗马帝国 一直以来衰落的集中反馈 在这之后 帝国的资源开始向东部倾斜 精英阶层也向东部移民 西罗马帝国慢慢衰落 直到最后被蛮族灭亡 好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面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戴克里先推行四地共治 让罗马帝国陷入分裂 共治传统起源于罗马早期 目的在于权力制衡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 慢慢只具有培养 继任者的实用目的 三世纪危机之后 戴克里先为了稳定局面 把皇权神话 并实行四地共治 但在他退休以后 再次引发了内战 虽然经过君士坦丁重新统一 但由于之前的裂痕已经形成 最终罗马帝国正式分裂 第二 基督教的兴起 让帝国发生信仰危机 罗马帝国早期信奉多神教 但到了二三世纪 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越来越多的人 转向一神的基督教 整个社会信仰发生动摇 越来越多的罗马人 不愿意参军 越来越多的罗马公民 把财富投向拜神活动 基督教合法化以后 又产生了内部分争 国家很多精力 都被消耗在纷争的解决 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第三 君士坦丁的迁都战略 让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为了躲避蛮族的外敌入侵 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 君主专制 在君士坦丁任内 将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 迁到了君士坦丁堡 这次迁都是一次战略转移 也是对罗马帝国 一直以来衰落的集中反馈 在这之后 帝国的资源开始向东部倾斜 精英阶层也向东部移民 西罗马帝国慢慢衰落 直到最后被蛮族灭亡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为你